最近,有娱乐圈隐形富豪之称的歌手林一伦晒出一家四口的幸福合照,为妻子西华庆生,眼尖的朋友应该能认出,照片里的背景是他们家那栋位于金郊,价值过亿的500平方米豪宅,处处透露着一股低调的奢华,更让人羡慕的是结婚28年的NIF妻,表白起来浪漫依旧。 最戳人的一句莫过语,我还没老,你也还是那么柔软,然后你看53岁林一伦和52岁西华的状态,跟年轻谈恋爱那会可以说是毫无变化,翻到翻西华的照片,感觉到她活得很幸福,无论什么时候,眼睛都散发出无尽温柔,眼角也挂着微微笑意。 有网友说,她有一种毫无经济压力,只顾岁月见好的美,朋友们,我尝试带入她的视角,有钱有闲,不必操心生活,被老公宠了将近30年,两个儿子还乖巧懂事又优秀,放在世俗标准里,她是妥妥的人生赢家,但又绝不止于此,以免有年轻朋友对这家子不太熟悉。 我浅浅介绍一下,作为歌手,林一伦曾靠一首爱情鸟,红遍大江南北,数度登上央视春晚,过期后,出书,当厨师,做主持,搞投资,再到如今直播带火,她总能稳稳站在风口,赚到盘满钵满,以至于时常有人问起娱乐圈未解之谜林一伦到底多有钱,模特出身的西华,外貌出众,身材高挑,曾经还是美在花城的选美冠军,早早隐退。 下嫁给暗婚,经济能力还不如她的林一伦,专心当起了贤魏主。 婚后,随着林一伦事业起飞,她也过上人人羡慕的阔态生活,前面提到的豪宅,是两夫妻在北京的常驻地,不止豪华,还极具艺术气息。 家中随便一件藏品,都是百万级别,妥妥是艺术博物馆,进门处的墙上挂着一副绿狗。 由中国最贵暂世艺术家周春牙创作,林一伦2007年花240万港元买下,到了2018年,同系列画作成交价已经飙升到1610万元。 茶室里的《南木大旗床》是青木明初的古董,上面还放了一幅艺术家玉红的自画像。 他的画作市场成交价也是千万级别,地下室挂的画,则是纪大纯早期作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,2007年价值已经高达700万。 餐厅里,还有画家陈海德为林一伦一家四口创作的全家福,堪称无价之宝。 书房的摆设,看似温馨不起眼,但光是摆设在书本中间的篮球,就价值上百万,因为上面几起了。 杨明时期火箭队全体成员的签名,这些艺术品,无异不是来自顶级艺术家之手,实属有钱都未必能买到系列。 而林一伦还透露过,收藏品投资不会超过他总资产的三成,难怪有人调侃,房子大概是他家最不值钱的东西了。 此外,林一伦在北京CBD还有两栋房子用来收租,周杰伦和周比畅都当过他的租客。 注意,单位是洞不是套,总之,他的富有程度绝非常人能想象,关键是林一伦有钱,还舍得为老婆花钱。 90年代追求西华内会,知道对方喜欢弹琴,就能花光两万存款买一台钢琴送给他。 结婚多年,不仅没有任何绯闻,对老婆也主打一个宠。 有空就陪他到世界各地去旅游,今天到地中海度假,明天飞纽约第五大道购物,林一伦厨艺不俗,甭管刘德华,赖英这些巨星,还是王中雷等商界大佬,又或者是那些身价不菲的艺术家,到他家吃饭都得排队预约。 传言一向清高的艺术家曾范志,为了喝他一碗藕汤,上赶着给他送话,冷知识。 林一伦的汤没有市场价,但曾范志一幅作品能卖七千万,可名人们爱而不得的菜,到了西华这里,只要想吃,林一伦随时会为他下厨,得益于林一伦的强大朋友圈,西华没少沾光,听说他想学琴。 曾范志为了贿赂他,将珍藏已久的古琴送出去,还亲自找了名师来教,结果因为琴太贵重,西华没舍得谈,家里又多了一件贵重收藏品。 当红艺术家刘也一幅画能外出五千万,偏偏产量极少,一画难求,林一伦却能请动他为西华画肖像画,送给妻子当生日礼物,比名贵琴画更贵重的,是他那份把妻子放在心上,独一无二的爱,除了生活优渥,老公疼爱。 两个儿子分明也是来报恩的,张子林的好,曾上过变形剂体验生活,凭借出众的学识,好教养和极强共情力狠狠圈了一波粉,读全美排名第一的帕森斯设计学院,每年拿奖学金,还创立了自己的潮牌,说是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,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完美范本。 四子林子轩也不赖,延续妈妈的梦想当模特,上过杂志,巴黎走过秀,一家四口出现,总是和和美美的幸福模样,惹得大家纷纷羡慕,西华才是娱乐圈最好命阔泰吧,不比郭比婷爽多了。 但在我看来,林一伦妻子的名号不足以概括西华的人生,在看到她的爽文经历的同时,我们更不应该忽略她在这段婚姻关系中的价值贡献,当人人都夸林一伦会赚钱时, 她曾坦白功劳在于妻子的管理与付出,能挣还要汇礼,如果我一个人生活到现在的话,也许我挣的那些钱早就变成了一堆名牌衣服和几辆车,没有西华,林一伦或许能成为富豪,却远远好不到今天这程度。 从两人结婚开始,林一伦的钱几乎全交由西华来打理,倒也不难理解。 西华出生于房地产家庭,拥有独到的投资眼光和经商头脑,北京CBD的两栋楼,当初正是她眼相中, 以9000元每平方米单价买下,火速翻了好几番,房屋投资不仅为林一伦完成原始资金的积累, 还笼络了大量的人脉资源,皆因她还介绍不少圈内好友一起买房。 大家赚到钱后,都对她感激不尽,投资之余,西华成立了娱乐公司,为林一伦规划事业的同时,还签下吉祥三宝。 这个组合曾登上2006年央视春晚,一夜爆火,随着歌手事业下滑,林一伦拾起老板行当厨师, 主持了不少美食节目,当中最为出名的,莫过于她在央视天天饮食中, 做了1000多道菜,还整理了50多道临时私房菜来出书,这其实是西华拿下的资源, 目的是让林一伦充分发挥美食技能,再度打开宁气,吸引宁流,甚至把马云,张朝阳等商界大佬都请进了家中, 慢慢便有了名震京城的邻家饭局,味似的是多了, 大家纷纷觉得能吃上林一伦做的饭就是一种荣幸,这就不难理解。 林一伦他看似不红,却坐拥强大的江湖地位,比如手抄金贵的朗朗,会亲自为他开车门, 大十多岁的张国立,吃饭都给他让主位,刘强东会勾肩搭背和他唱歌。 2014年,林一伦创办食品品牌饭叶辣酱,大佬们更是上赶着给他送钱投资, 于是品牌上线三个月,估值三,六亿,可以看出。 林一伦每一部的成功都离不开西华的功劳,除了帮丈夫打理事业,喜欢传统文化的西华, 这两年创立了新中式服装品牌,做得有声有色,李沁,周韵,孙茜,苏莽,小雪, 不少女明星和时尚圈名人都穿过他家的衣服。 你以为西华只是享受生活的阔态娇妻,实则人家是深藏功与名的优雅女强人, 更牛的是,他还把家里照料得井井有条,婆媳矛盾是不存在的, 他会亲自给婆婆设计缝制衣服,过生日,把婆婆哄得满脸笑容, 两个儿子也被他教育得优秀又懂事,以至于儿子会经常表白, 夸妈妈是我的守护天使和最好的朋友。 我们常说,成功男人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伟大的女人, 林一伦和西华的夫妻关系便是如此, 可现实中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有男性的成功, 却往往忽略了他们背后另一半的付出, 甚至简单地以幸运二字形容他们的人生, 用某某妻子的名号抹杀他们的价值。 做到西华这般,其实并不容易, 于家庭,他不计较名利得失, 权利支持和帮助丈夫搞钱, 用心陪伴与教育孩子, 把家里大小事都料理得当,堪称全能主妇, 于自己,他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, 几度创业证明自己的能力, 却又不局限个人的成功, 还会关注社会公益去贡献力量, 这样的女性, 有运气却更有底气, 她们不必依附任何人, 不必成为谁的妻子, 亦自有一帆天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